而利用直接原因去解释我们经济的增长 就涉及到构建和分析新固定增长模型 在我们前面用直接原因去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借助于我们生产元素来进行的 那种分析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 它分析的是不同的N 不同的K 不同的A 带来的不同的Y 但是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 我们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想要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 以及解释一个国家增长得比另一个国家快 我们首先就需要引入一种经济的动态分析 什么叫动态分析呢 据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整个经济它的内部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如何相互作用 去推动我们经济增长 以便能够描述我们经济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我们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的基本假定和思路 首先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是建立在一个新古典生产方程体系之上的 强调了一个封闭的没有政府部门的经济中 储蓄人口增长及技术进步对增长的作用 它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 它点出了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我们强调的是直接原因的变化如何推动我们Y的增长 那么直接原因相互之间是如何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模型 相互影响过程 在这里呢 我们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需要进行一定的基本假定 首先经济呢 它由一个部门组成 该部门的生产一种 既可以用于投资 又可以用于消费的商品 并且该经济为不存在国家贸易的封闭经济 且政府部门被忽略 另外呢 生产人数的规模报酬 它是不变的 该经济的技术进步 人口增长及资本折旧的速度呢 是由Y生因素来决定的 社会储蓄函数为S等于SY 其中呢 S为储蓄力 也就是说 社会中总收入为S的情况下 总收入为Y的情况下 具有S比例的收入呢 用于储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研究新古典增长模型里边 它所做出的一些基本假定 其实除了这个基本假定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没有体现 首先来看 我们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生产方程体系之上的 什么叫新古典 想到新古典 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古典主义吧 再去介绍最初的 在前面 在我们的课程最初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过古典主义 它的思想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萨伊定律吧 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萨伊定律 所带来的古典主义的观点 它对于什么 它认为整个经济能够通过自发的调整 实现我们整个经济循环过程的什么 整个循环过程的一个均衡状况 会自发的有什么 由总支出 等于总产出 等于总收入吧 这是我们古典模型 它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古典模型如果放在什么 劳动市场上 那么根据劳动市场中 如果说W和P能够什么 能够迅速调整 它必然意味着什么 我整个古典主义框架下 我的劳动必然是处于一个均衡状况 劳动市场必然处于均衡市场 均衡状态 那么这个均衡状态 是不是就意味着充分就业的位置 意味着我们这个时候的总产出 是我们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吧 而根据古典主义 我们必然有什么 我们经济的循环 在这个我们古典生产方针体系上 我们有着经济的循环 必然是总产出 而我们是总支出等于总收入 等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 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 背后我们所带来的产出的研究 永远是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 它衡量了我们经济中生产要素 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 我是产出量的大小 这个是我们新古典生产方针体系 背后没有给大家所讲明白的一个问题 它背后是什么 我们研究的产出 它已经是固定在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之上了 其实背后是不是一定有着S等于I 一定有着S等于I吧 因为根据古典主义 整个经济体最后什么 最后运行必然实现均衡 并且它就表现为金融市场 必然有S等于I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个基本假定 和我们这样一个思路 如何作用在 或者说如何构建出 我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我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首先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我们的生产数 是不是就可以写为Y等于FNK吧 在里面呢 我们舍去掉了A 不考虑A的技术进步 带着它对于产出的增长情况 那么说 总产出就单纯的取决于什么 N和K 或者说我们的潜在产出水平 潜在产出水平就单纯的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充分的据决量 和对应的这个资本的充分利用 并且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N和K 都随着时间的退役而变化 也就是说会有什么 NT和KT 具体来言 它背后是有一个NT和KT的情况 NT和KT进行变化 那么我们的Y也会随着时间进行变化 那么我们的技术进步 那么我们的一个新固点增长模型 就是研究N和K 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下 Y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对这样一个传统的总量生长元素 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首先 首先 根据生产规模不变的假定 我们就有知道什么 我们的λ y 它就等于什么 F的λ n和λ k 对于任何的λ 正数的λ 这种方程都成立 那么说 我们根据前面所讲的 我们对λ取N分之1呢 是不是就有着 N分之Y等于 这个 H调 等于F的1 Nk吧 那么假定 全部人口都参与生产 那么说 人均产量 是不是就只依赖于什么 只依赖于我们的一个人均的k吧 注意在这里 我们是假定只要有多少人口 就全部参与生产的情况 在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中 我们知道总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 他们被认为劳动力 他们才参与到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生产过程当中 只有劳动力参与生产 人口中仅仅是人口中的一部分 但在这里呢 为了简单处理 我们假定 所有的人口 有多少N 整个总人口有多少N 就有多少人口参与生产 那么就有着 人均产量 我们就挖 我们的N分之Y呢 它就能表示成人均产量 它依赖于什么 人均的k 在这里 讲到了 我们这里的这个 规模报处不变 它可以用来表示什么 生产率 取决于什么 人均资本 或者说单个劳动力的资本 以及什么 基础水平A 在当时呢 我们认为说什么 认为说 N和N分之Y 它也表示出这个人均产量 但是这个人均产量 背后 它其实体现的是什么 是单个工人的人均产量 因为背后是什么 因为这里边 我们是假定的 只有劳动力参与工作 所以说这里的N 它出于的是劳动力数量 那么N分之Y 它背后呢 就体现的是一个劳动力来 人口来进行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产量水平 与这里 我们讲的 这里的这个 全部人口参与生产 所带来的N分之Y 是有区别的 这个人要注意 那么我们用小Y 表示人均产量 即Y等于N分之Y N分之大Y 用小K表示人均收入 即小K等于N分之大K 那么生产数 就可以表示为 Y等于FK吧 其中FK等于大F的 一和小K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的 人均收入 它就取决于 人均资本投入 它就取决于 人均资本投入 从而我们就将 原来取决于N和K的 一个总的生产函数呢 就转化为一个 非常简单的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的 一个人均收入的函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只要去研究 我们的K 随T变化 随着T变化的规律 我们就能够得到 我们最终人均的 人均的收入水平 或者人均的产出水平 如何随着T进行变化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 就将我们对于 这样一个Y的研究 Y随T变化的研究 就单纯地把它聚焦在 小K 如何随T进行变化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假设 资本积累 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什么叫资本积累 就整个社会中 我们K 我们大K 这个存量的增加 我们大K 这个存量的增加 我们认为 大K存量的增加 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投资 投资会形成正的 会形成新的资本 它表示什么 K存在一个正向的增加 而久而久呢 它表示 这里是旧资本的损耗 它表示当前的K中 有一部分要消失掉 损耗掉 它表示存量的减少 是负的存量的增加 那么我们 这个折旧和投资 它如何对我们的K 产生一个影响 或者说 它这个影响的数量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在这里 做一定的处理 首先 我们假设 折旧是资本存量的 一个固定比率 der塔 这个der塔 它是大于零小于一的 也就是说 我们经济中 如果有K的资本存量 那么就会有 der塔K的存量呢 是被折旧掉 或者说被消耗掉的 并且呢 我们假设 人口的增长率为N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 这里面的大N 它会以N的比率增长 也就是说 会有什么 会有着 N点 除以N 等于小N 然后呢 我们认为 整个经济中 储蓄能够有效地 转化为投资 因为我们知道 投资是来自于储蓄吧 那么根据我们 新古典生产方程 或者说新古典 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整个经济运行 是必然有S等于I的吧 而S 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S 大Y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 我们就有I 它取决S大Y 这样的话 我们资本存量 就单纯地由 S大Y 决定的投资 以及ΔK 决定的折旧 来决定 它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 就有这样一个 表达方式 K点 它等于 I 减去ΔK I呢 又表示为储蓄 因为这是根据 新古典的模型 我们知道 它S 必然等于I 那么S 又是由 收入中 总收入中 S的比例来决定的 而折旧呢 就是用ΔK 来决定 所以说 我们在整个经济中 我们资本总存量 它的变化 随时间变化的 轨迹 是S 大Y 坚决 ΔK 它的变化模式 是这样一个模式 它在长期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有这样一个 变化的基本模式 如果说S大Y 大于ΔK 就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经济中 投资要高于折旧 我扣除折旧之外 我还有新的净投资 加入到我们 这个存量当中 从而带来什么 从而带来 当前经济中的 K是增加的 反之呢 则减少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 要研究的是小K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还需要 对这里的K 进行处理 我们要将 我们前面的 总量的一个指标 转化为 人均 人均的指标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对 我们大K的变化值 K点 除以一个 人口数量 那么它就可以 表示为什么 表示为S小Y 减去一个 人均资本存量 进而得到 S小F S F小K 就是由 人均资本存量 决定的生产数 人民资本存量 决定的人均收入水平 得到的这样一个 投资减去一个 人均资本存量中 用于折旧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里的 大K 除以N 它并不是我们的小K 并不是我们小K 它变化率吧 如果是小K变化率 应该是 大K除以N 然后上面在 上面 括号外面 再加一个点 但是这里面是 仅对K上面加一个点 所以说两者不一样 我们对这个问题呢 需要在进行数学上的处理 首先 我们用小K 表示 大K除以N 对这个式子呢 关于时间T求导 因为我们讲过 K这个东西 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T 来影响的吧 N 它又随着时间的退役 它会出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所以它背后也有一个T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 我们 我们以它们为分数的 这个小K 它背后也有一个T在决定 或者说 它也会随时间变化来变化 那么我对它们呢 关于T时间求偏导 关于时间变量求导数 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方程 也就是说 小K点 它就等于什么 这个 N的平方 分之 K点 乘于N 减去 N点 乘于K 它就等于什么 N分之 K点 减去一个 N分之N点 乘于一个 N分之K吧 N分之K 就是我们这里的表达式 那么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N K点 减去一个 小N 因为小N表示的人口的增长率 就是这里的N分之N点 在 小N乘于一个 人均资本成量 小K 而我们前面 有了我们 对于 N分之K点的表述吧 将它带进去 我们就能够得到 我们 小K的变化 K点 它也等于S FK 减去 N加上 Delta的 小K 我们将这种表达式 称为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 基本方程 我们对于新古典增长模型 就是在这个 基本方程的 基础质账 来进行一个 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首先呢 我们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 就是 解释一下 这个方程 它背后所隐藏的 经济学含义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的一个 基本方程背后 所体现的一个 什么样的 经济学含义 首先我们来看 右边的第一项 S F 小K 它代表什么呀 它代表就是说 当前我整个经济中 如果是资本存量 人均资本存量 K的水平下 我带来什么 我带来人均产出 为Y 等于F小K 然后其中呢 有S比例的部分 用于储蓄 这个储蓄 又被用于投 又被用于投资 对吧 它左边是讲的 当前的K下 当前的K存量下 人均资本存量下 我在经济中 我的投资是多少 那么右边这项呢 右边这项 我们先来看 我们最熟悉的 DOTA小K 它代表什么呀 DOTA代表着 我的这个折旧率 对吧 那么小K 乘以小K 就代表说 我当前人均资本 如果有小K 每个人手里都有小K的资本 那么我会在 随着时间的T 在每一期 我都有一个 DOTA小K的资本 被折旧掉 在我们计价的时候 它会被磨损掉 那么我们单独来分析 SF小K 和DOTA小K之间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说我的SF小K 它小于我的DOTA小K的话 它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当前我通过 或者说 它意味着当前 我在K资本存量下 我生产出来的商品 我生产出来的收入中 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 不能弥补掉 我当前K资本存量下 我折旧的那一部分 这必然意味着什么 这必然意味着 人均K 它在未来会下降吧 比如说 我人均的资本存量 是10 但是我当前 人均的储蓄 人均的投资 它是什么 是9 或者说是5吧 那如果说K等于10 折旧率 DOTA 它等于0.3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假设 K等于10 根据SFK 它能够带来的投资 是多少 是2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的2 减去一个0.3 乘一个10 等于负1啊 它代表说 我当前 我的这个 人均资本存量 所意味 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新的投资额 不能抵消 我的折旧 会带来我的 人均资本存量损失1 那我可能K 最后呢 在未来就变成了9 它代表人均资本存量的下降 那么说 如果说SFK 大于它呢 就代表说 我能够抵消掉 这部分 人均资本存量的折旧 还能再多出来一部分投资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NK项呢 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想理解NK 在这里面的作用 我们首先就要理解 我们这里面 新古典 它背后 我们讲到过的一个背景含义 是什么呀 它研究的 它继承的是古典 学派的观点吧 那古典学派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是什么 劳动市场 始终会处于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吧 所有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那么在这里 我们假设了 说所有 所有人口 都工作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经历中 有多少的N 就有多少的劳动人口吧 好 这个呢 是我们想要理解这里NK的一个基础内容 那在我们理解了之后 理解了这样一个充分就业潜在的条件下 所有劳动者 都加上所有劳动者都就业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在生产树中 我必须有多少劳动者 我就要给他配备相应的资源 来使他什么 来使他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我有多少劳动者 我就需要给他配什么 机器设备 工具 意味着他要参与到工作当中 充分发挥这些劳动者 这些人口 他的一个生产能力 那他带来的一个歧视是什么呀 如果说我的人口增加了 我是不是需要为这些新的人口 或者这里吧 他为新人口 配资本呢 我需要为这些新的人口 去配备资本 来充分发挥 这些人口的生产能力吧 只有当为这些 新增的人口 去配备相应的资本之后 才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 它才有着一个持续性的 在人口增加下的充分就业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再以一个 举个例子 来更加体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变化 比如说 我们经济中 现在人总的资本存量是什么 100 那现在呢 n等于10 是不是意味着 我现在有 人均资本存量是10啊 每个人有10的资本吧 但是现在如果说我的n 这是n1 k1 n2 它等于20 是不是意味着 我的人均资本存量 它现在只有什么 只有5了吧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的总资本存量 不变的情况下 我人口增长 我没有 我没有新增的资本 就会带来我人均资本存量的 缩水 因为我的原则上 为了充分就业 我需要为新增的人口 也配备资本 但是我的总资本不变 那么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 必然导致每个人 所分的人均资本的存量 缩水 那么这个时候 为了保证我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变 我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 为新增的这个人口 配备新的人均资本存量 配多少呢 20 对于10 它增加了10个资本 那么我原来的资本存量是10 意味着 我要配新增100的资本 这是K 大K 要增加100 那么这就意味着 大K这个时候 它等于200 人口呢 N2等于200 等于20 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K2 一撇 它等于10吧 保证 它人均资本存量不变 这个呢 我们用一个例子 去举了这样一个NK 它背后的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将我们前面 数值上的一个计算呢 我们归纳到 人均资本存量的公式上计算 我们来看 假设这个经济体一开始 每一个人有小K的资本存量 然后呢 我们假设 这个时候 劳动力人口上涨比率是N 劳动力上涨了N 百分之N 或者是N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经济体 这个时候新增的投资 它能够让我们 这个人均资本存量 也上涨N倍 上涨N倍之后 就意味着当前 我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多少 是1加N K吧 人均资本存量是1加N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人口是多少 人口上涨了1加N 人口上涨了1加N 那就意味着 我有什么 整个经济中有 1加N乘一个大N 它表示 整个经济中 上涨了N 人口之后的总人口 那么我们经济中的 总资本存量是多少 是不是我们现在 新增的 或者说更多的人均资本存量 再乘一个大N呢 然后加上他们一约 可以发现 整个经济体中 能够保证 我们人均资本存量不变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NK背后 它所体现的含义 它首先是为了保证 充分就业 前提下 为了让我们整个 所有新增的劳动力 都投入到工作中 就是变相的 要发挥所有新增人口 或者劳动力的劳动能力 就必须要 对这些新增的人口 去配给资本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人 这个人均资本存量 就必然要 以什么 以劳动人口 劳动增长率的这个幅度 来进行增加 它就要求什么 要求为了 在人口增长情况下 保证我人均资本存量不变 你就必然需要什么 需要这么多的 新的投资 能让我的人均资本存量 上升到 上升N N的一个比例 从而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无论是NK 还是ΔK 它都可以理解为 必要的 或者临界的投资吧 它是保持人均资本存量 K不变的必须投资 我的人均 我的新增的人均投资 必须什么 必须能够完全覆盖住他们 才能保证 我的人均资本是不变 是不会下降的 否则什么 否则我就会带来什么 带来折旧 会让我人均资本 被侵蚀一部分 而且这个侵蚀没有得到补偿 导致人均资本下降 人口增长 会带来什么 带来我人均资本 被增长的人口稀释 因为我新增的人口 必然需要相应的资本 投入到生产中 才能实现我的充分就业 这就意味着我新增的人口 必然轻视掉 我一部分的人均资本 轻视掉一部分总资本 导致人均资本下降 从而呢 为了维持人均资本存量不变 资本存量 必须以N加ΔK的速度增长 总计为N加ΔK的储蓄 或者投资 它呢 被称为资本的广化 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证资本的一种 不变所必须要进行的一项投资 那么如果说 我们人均储蓄 它这个时候大于 临界投资所必须要的数量呢 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时候的K将上升吧 我们将这个时候 K上升的状态 把它称之为经济社会 正在经历着资本的深化 比如说 我们可能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K0的人均资本存量 那么这个K0的人均资本存量呢 它会带来SFK0的一个投资 但是呢 在今年这一过程中呢 我们的人口上升了N倍 资本呢 也折旧了德塔 从而导致什么 导致我年末的时候 导致我年末的时候 人均资本存量呢 它可能是要缩水这么多 那当我前者大于后者的时候 就意味着 当前我新增的投资 什么 不但能够弥补掉 我当前的这样一个消耗 还能多出来一部分 那么多出来一部分 是不是就带来什么 带来我剩余的 或者说多出来一部分 可以又重新分配到 我当前所有的工人手里边 或者人口手里边 形成的每个人 他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吧 它会带来什么 K的增加 在下一年 可能下一年 它会增加到什么 K1的位置 从而又在K1的位置上进行生产 那么反之 如果说人均储蓄 小于这个临界投资 所需的数量呢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K 如果说小于呢 是不是就会意味着K下降呀 因为我当前新增的投资 不能弥补掉 我对人均资本消耗的 这一部分临界的投资 不能满足这部分临界投资 从而导致我到今年年底 可能算下来 我人均资本存量其实是下降的 那么那就导致下一年年初 我可能就在这样一个更低的 某个更低的人均资本存量基础上进行生产 可以发现 这样一个所谓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 它其实衡量的就是什么呀 衡量的就是各个时期 我的投资和这个临界投资 我的储蓄和资本广化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下一个时刻 或者说决定未来 我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方向 也就是说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 它是表示为资本深化等于 人均储蓄或投资减去资本广化 它决定了什么 它决定了资本 它变化的一个方向 是增加还是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变化的一个路径 通过将这个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就能够得到我人均资本 它是未来是会增加 还是减少的这样一个路径 好 这个呢是没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背后所体现的竞技学含义 想要理解这个东西 我们就首先必须要理解NK项 它的重点是NK项的含义 而NK项背后 一定要注意 它延续着古典学派 背后的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 隐藏要求 从而要求所有人口 都必须配为资本 以充分发挥它的生产能力 这种情况才被认为是什么 充分就业